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都是新小木 低挂 黑芯的尖顶 长 一尖跳 拆散 这是一个普通定式 布局跟前面一盘是一模一样 双方都选择了相同的布局 再来一盘 点33又来了 挡 单顶 然后搬 这是一个几乎十盘里面有八九盘都要出现的旗星 这 阿尔法对这个旗星是特别喜欢 好 下到这儿呢 跟前面一盘这个布局都是一模一样 下一步有所不同 上一盘走在这里 走在这个位置 这盘呢 它还往回缩一路 拆在这儿 这也挺有意思 一般的感觉是积极进取一点 是要过去 过去呢 有加过去一路 这样对黑芯这个子压力大一些 将来这边再走起来呢 这间隔也比较舒展 它主动缩回来 这也是比较 比较奇特的地方 这个可能在它的这个 它的悬点里面 在这一带走棋 胜率都差不多 所以随便摆一个 黑芯拆散 这拆散 这地方打入呢 不怕 因为黑芯这边跳飞都是先手 费压两下先手这一小间 就把白芯这个字照进去 拆散 白芯飞起 飞起是好点 这里瞄着要打入 黑的如果补的话 白芯不知道是点三三还是挂脚 什么的 黑的实战呢 没有补 这地方补起来也不知道走什么 走这个的话呢 以后被尖顶 感觉有点局促 如果你这样下 这可能还有 还没补干净 黑芯索性就不走了 不补了 小肺 抢一手大炒 那么白芯当然打入 白芯打入 在这个地方呢 白芯可以说 兵力绝对占有优势 一二三四 四打二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是 这个白芯在这边 兵力占据主动 所以呢 黑的 黑的 恐怕要采取一点灵活 灵活一点的下法 黑芯实战是靠 靠这个 白的单退冷静 如果白芯半 那么黑芯先手退 这个不能被断 断了 黑芯就活了 白的大致得粘上 粘上的话呢 黑的 也许 也许有小肩出来的可能性 不 也不 很难预测 黑芯下一步走什么 总之 黑芯靠退到一下 肯定是便宜的 这地方白芯本身就拆的 相对来说比较窄 黑芯打入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骑行 白芯 搬下来 再打吃 一路竖过来 都是先手 已经是 立五拆四的这个状态 黑芯不可能再打入了 所以 从上边靠压 如果能先手靠压到 对于黑芯来说呢 总是便宜的 不管这边走什么呢 靠压到总不亏 黑芯靠压的时候 白芯单退 单退 也就是说黑的 如果在这退的话呢 白芯不管 这不拐 并不是特别大 当然 这子 如果放在这 显然比拐的价值要大 这边白芯已经很强了 围着几目 没意思 那么黑芯如果退 当然也不可能 这是环爽 这样被白芯捡进去 黑芯显然不能满意 这个字已经很危险 这边还是姑芯 那黑芯继续压 如果你再退 那我压到一下 总是 肯定是先手便宜 下一步 α尾芯它 下一步会走哪 这也 很难预测 也许 这么溜过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压到两下 肯定是先手便宜了 赚到了 那么 那么白芯现在如果是反击的话 如果反击 黑芯断 这地方 黑芯跳这一带 有先手的味道 这里有 搬了连搬下来的手段 搬完连搬下来 白芯这是连不上的 打了沾的话 黑芯一长 连不上 所以白芯在这 得在这走 那么 黑芯也许是这一类的下法 或者缓和一点的话 小肩 总之 这两个白芯 被黑芯断开以后 黑芯会有一些借用 那么黑的就 就可以说 找到这个 腾螺借镜的这种 就哪怕简单 白芯如果贴 黑的把这个压死 白的往这走出来 黑芯这一帖 白芯也很难受 黑芯借到力了 就好处理了 所以搬出来也没什么把握 单退不肯 白芯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白芯的下法 搬脚 黑芯挡住 白的虎 白芯虎这个 那么搬虎是什么意思呢 搬虎 也照顾了这边 黑芯 在顶住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搬完连搬下去的手段 被白芯 被白芯搬虎给解除了 这样你这边没齐了 所以 等于也照顾了这两个子 但是它对脚上也有威胁 对脚上黑芯 有压力 多了这个搬虎 白芯再搬出来 那就非常厉害 再搬长就厉害 黑芯没有搬了连搬的手段 这个跳是后手 这两个子就搁进去了 到处都智力破碎的感觉 所以呢 搬虎 对于这边来说 它也是把齐补好 但是对于黑芯脚上呢 也是有压力 那么黑芯顶一手 黑芯顶一手 白芯搬虎 后续手段就是连搬下来 连搬下来 黑芯的先手打一下 然后断打 等于白芯搬虎兼过了两边 这边要搬出来 这也要连搬下来 瞄着两个好点 黑芯的现在如果吃这个呢 它觉得脚上被白芯吃掉 实地损失比较大 实地损失蛮大的 那么黑芯如果在脚上走呢 不管粘也好 虎或者粒 这脚上都不是近活 粘的话 看一下 这个局部白芯将来扑 黑的如果提的话呢 白的点 这样就麻烦了 黑的局部是近死 死了 两边不入器 那么也就是说白芯扑的时候 黑的不能提 黑的要想活只能是倒虎在这里 白芯提 黑芯团这个眼 这样的没活干净 脚上白芯能扑进来打结 如果虎在这儿也是没活 白芯还是有一扑 如果黑的提的话呢 白的点在这儿 这样也是近死 弯在外面 局部近死 顶吃的话扑死 所以这个情况 黑芯恐怕更糟 还是得弯在这儿 白芯打吃 打结 这个 刚才那个结呢 刚才那个结的话 黑的虽然木树小一点 但是白芯一手杀不掉 一手杀不掉黑芯 这个结呢 白芯一手就可以解消 如果立的话 这个局部白芯 白芯可以加这个 加这个 你如果打吃 我还是一打吃 粘背一断 两边不入籽 死了 只能顶吃打结 接住的话 白芯扑也是打结 所以黑芯脚上 无论怎么硬都活不干净 这个就是白芯扑虎的效果 那么不知道这棋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 当白芯扑的时候 黑的不挡 不知道怎么样 比如 顶住 或者扑一下再顶住 那么这个胡 我们可以看到 肯定有一所棋价值 因为黑芯下一步要连搬下来 连搬下来 白芯吃 黑芯吃梁子 粘的话黑得长 也就是说 这两个黑芯不交换的话 留下了连搬的手段 那么这边 白的如果还是搬的话 黑的没搬这一下 它就 这三个子就轻了 损失 被吃掉 损失没那么大 如果白芯只是这样吃脚的话 黑芯 搬完连搬 这个应该是 黑的挺满意的 如果能吃两子 那当然黑芯就 这边处理好 如果白芯接 白芯得唬一下 如果直接收器被搬死 黑芯可以先手把这个子拔起来 先手拔起来的话 这边处理起来就 非常轻松 黑芯变厚 这样白芯显然不肯 那么所以 白的二路搬的时候 黑芯为什么不单顶 这个问题很想问问 阿尔法大师 挡住 弧在这 现在在顶 白芯连搬下来 这交换了一下 脚上就不肯气了 当然是不能气了 气了的话 这个斑就白送进去 但沾上的又没活干净 这是它 这是黑芯 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 针子不利 所以长 所以长 搬 去搬一下 当黑芯长的时候 白芯都没走了 没有去沾 而是扑 扑 我们刚才说了 黑芯要想活 我只能倒虎在这 只能倒虎在这里 白芯 扑到一下 已经稍微便宜一点 等会如果能提到的话 就更便宜了 这结呢 如果能提到的话 这结白芯恐怕 不会马上扑进去 因为白芯吃黑芯 需要一二三三手芯 才吃得干净 这价值 也不见得特别大 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 白芯大致会先把这个接上 黑芯一看 这个冲也非常大 白芯接上 黑芯整体还没活 这一冲的话 先来拾木芯 关键是黑的厚 黑芯变厚 所以这一冲也非常大 这一冲也非常大 但是黑的也没有走 这地方挺有意思 这个黑芯既没有活这个脚 也没有冲这个 他走这个 他认为现在这步棋是最重要的 然后白芯跳起 白芯跳起 白芯现在如果接这个的话 黑的可能会小接 局部白芯如果冲 黑芯搬 这白芯很难受 搬被断 这个有点难受 所以白的是跳这个 然后一起冲 跳了之后 当然这个冲就变大 再被摆起街上的话 黑的就整体变薄了 白芯把脚吃干净 把脚上吃了 形成一个转换 黑芯这里吃到差不多石木芯 而且把白的这边的 本来白芯这几个子加上拆 这里有一定的木树 把白芯这里给破 白的吃到这个脚 黑芯脚上本来可能不到石木 但是也有不少木树 现在被白芯吃成这样 并且上边倒是一人一手 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呢 得失怎么样 还是不容易精确判断 总的感觉呢 白芯还是 应该说 挺实惠 把这个实实在在的木树吃到 提一下 立下 拆 下得很稳 白的也很稳 拆这个 拆大了的话 容易被黑芯 比如说也是靠进来 你是吃不掉这个子 这孔围不住 扎扎实实的 小飞 点一下 飞入也很大 如果再被白芯补一手 这都是白芯的空 飞入 坚定 小肩 这地方 这地方如果被黑芯小肩了的话 不只是黑芯眼味扩大 活干净 还同时威胁着白芯的眼味 而白的一小肩呢 白的就活干净了 所以这一小肩也是 也是属于 可以说双方 双方眼形的 消长的要点 黑的横着一顶 横着一顶 看白芯怎么动 白的不好动 如果这 这毡本身就是鱼形 可以说自己外边外边留着断点 黑芯 这一扳就已经活齐了 利呢也不敢 利被黑芯靠 这一挖 挖断白芯死掉 如果这么横着顶呢 外边也有弱点 黑芯 黑芯这个 应该还是挺好办的 有可能直接 比较激烈一点的话 直接靠断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 脚上爬一爬 挤一挤 各种先手 也有眼味 走这个感觉也不舒服 撞在黑芯的铁墙上 先手刺一下 尖冲 白的左边拖鲜 保留一些变化 走了两下之后呢 看看也没什么好奇 一下 尖一个 这个黑芯得搬过 那么走成这样 我们可以看出来 黑芯这一飞价值还是很大 如果这地方轮白芯走的话 差别 差别是巨大的 白芯一跳 黑的呢 非常冷静的二度跳 这地方黑芯应该不能指望 就是说 如果黑芯想要这样 挖完整个全部围住的话呢 恐怕不太现实 白芯应该会有一些其他的下法 比方说挖的时候 白芯拖一拖之类的 黑芯想要整个连起来围 也不太现实 跳在这儿 下得非常扎实 白芯能压一下 黑芯挖 挖是针对白芯形状的弱点 给白芯留两个断点 如果这样走呢 就太 太无趣了 白芯形状很厚 挖是要点 那么白芯趁机反扳 因为挖的时候 黑芯自身有断点 白芯扳下来 这个只能扳过 再打 护上 黑芯跳出 跳出 跳出呢 也对白芯这块 有一定压力 瞄着白芯这块 粘一下 黑的粒 和退相比的话 粒一个 对这块白芯眼味的压力就增大 挖的挡下来 挡下来 木树很大 黑芯点刺一下 点刺一下 普通的感觉呢 这地方白芯这块 这块 如果黑芯比方说刺先少 跳进去的时候 白芯眼味看着还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清楚 不一定活得很干净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这块还没有 完彻底活干净 这里黑的点一下呢 普通是不是感觉 白芯就接上算 但是白芯下的呢 下的很强硬 它不肯 被黑芯点刀 跳出反击 然后黑芯一断 好 这局势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等于双方都有几块 其纠缠 没活得特别干净 白芯尖出 把它停 这里又多一个子 再被刺了 跳进去 眼味就不全了 所以挡 挡完了之后 这有一挖 关门吃 黑的粘的话 白芯先手渡过 黑的得往这边渡 这一搬 黑的这块又进去了 所以呢 黑芯先手刺一下之后 一路搬是要点 这不能被白芯挖完渡过 搬完之后 白的还是可以挖 但是呢 挖完 如果你粘在这 在这里就没有关系 因为黑芯 搬本身是先手 白芯得挡完虎 挖沾的话 黑芯就渡过 这个渡和这个出头 两个黑芯 必占一个 那么黑的是安全 打一下之后 先搬头 然后再补活 然后再补活 外边多走 多走一个子的话 对这边作战 会有一定的好处 现在黑芯这两个子 等于也被围进来 双方都有 都有负担 C 白的并 并在这是七星 把这个七星看成 黑芯打吃是先手 所以黑芯跳是形状的要点 那么白芯长是绝对形状的要点 只是黑芯没打 当然好很多 这打吃是束手 不能随便打 之后呢 扳过 扳过也是相当大 否则被白芯扳一下 黑的难受 如果打 白的虎在这 这边脚上要夹进去 外面呢 白芯还多出一些线索 扳 扳 扳扳之后 这块就彻底的安全 活干净 扳 扳的时候呢 黑芯虎在这 比较细腻的一手 细腻的虎在这里 那么如果扳的话呢 将来白芯扳这个 扳这个 如果黑芯挡的话 挖是后手 那看来也只能粘上 当然也有扳这个的可能性 白芯简单说 就是白芯扳扳是先手 先手把黑芯断了 如果白芯节财有力的时候 有可能这样扳 这里要断打你 如果能节把你打回去 那么这个地方一挖 黑芯局部还是没活的 而如果你扳的时候你不挡呢 那么木树要损失一点 所以黑芯 虎一个算了 你在这儿再走什么都是后手 我也留条后路 把其连回 把自己连后 把自己连后 这个中辅 中辅双方应该怎么处理 还是有一些看不清的地方 那么这芯双方一开 续盘的时候 在左下角出现了一个转换 白芯从实地上来说 是有力一些 但是现在进入一种中盘混战状态 双方都有估起 形势将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继续来看实战的进程 白芯把自己连后 如果黑芯就这样 比方说平淡地逃出来 那比较乏味 恐怕黑的还是 可以说避免不了这种被动 这头被白芯一虎 白芯虎到这个以后 白芯这块感觉比黑芯这块强 黑芯这不知道要走多少步 这块才能 才能安全地做活或者回家 被白芯走好了 黑芯走单关肯定是 黑得不乐意 这个断了也没法断 断白芯就简单打吃一下 然后这一带走一走 黑的就被卷进来 只怕是逃不掉 我们看现在黑芯怎么办 黑的这一靠 好 要开始腾挪借力了 它要借静 这个比方说白的斑的话 一起斑一下 长 走着走着 这黑芯子越来越多 黑芯就会越来越强 对白芯这块压力也就变大 扭个退 它靠到一下 应该说总是便宜了 这多个子对黑芯处理中辅 会有一定的好处 靠在这 而白芯呢 白芯的下法 应该说也可以理解 为白芯的下法是很强硬的 直接就脱线了 挡在这里 挡在这本身价值也蛮大的 白的走后的木树也有一定的增长 对黑芯脚上的木树也 黑芯脚上的木树也变小了 也就是说我走后这 这边等于也是在深圆这边 那黑的一看白芯 我靠上来 你既然走到那个地方去 那我当然要 当然要办 白芯这时候反断上来 黑的本来想很轻的 这么靠一下 要么先手便宜 要么很轻快的纠缠几下 利用一下 结果白芯脱线 反过深来把黑芯给揪住了 不让黑芯随便脱深 对吧 黑的刚斑了这个子 总不能这样就 总不愿意这样就死掉 所以长 白芯也一长 小间出头是必然的 利 白芯利这个 黑的中间飘一个 黑的一看白芯这长了两个子 在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要死了 黑芯要死了 所以中间先飘出来 飘出来同时 对白芯这块也很有压力 如果中间再让黑芯走 白芯也很麻烦 所以长出 那个跳 白芯吓得很坚实 跳在这 跳在这一方面是自己的眼位 会对自己眼位有好处 另外一方面瞄着黑芯的断点 最简单的看 靠先手贴 靠贴 如果黑芯都要 这就被断了 越短了小间 虽然有这个靠的手段 但现在不合适 现在如果这么下 黑芯弃掉那两个子就可以 白芯损失惨重 黑芯小间先出头 拌 把黑芯分段 打吃 半粘之后 黑芯脚上眼位有问题 所以立下 这得补一手 不补有危险 那么拐吃 这拐吃巨大 吃完白芯这块就厚了 黑的一跳 看上去黑芯收获也不小 这靠白芯脱先之后 黑芯不止自己逃出去 还把白芯给卷进来 把白芯这三个给卷进 白芯这三个 基本上死掉 哇 看上现实来讲 目前看起来黑芯收获不小 但是白芯也不慌不忙的 挖黑芯倒虎 倒虎给自己将来粘度 给自己留下一个坐眼的空间 再靠 这一切虎段 扳 从这倒扳过来 如果黑芯这么下 就这么下 当然这块很安全 但是被白芯这样打过来 那么这个整个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白芯粘先手 拐这个也是先手 黑芯是得做活的 那白芯等于已经非常厚了 黑芯这个回家的路有点漫长 连不上 看完一反扳 招法相当紧凑 这地方如果你是 比如说这一类的出来分段 黑芯的话 黑芯贴先手 可能随便借用 这一带有借用的话 黑芯往回连就 就比较容易 黑芯利用自己的死子 靠完一反扳 黑芯呢 为了照顾这块 这个必长 必须要长 穿断 不能让黑芯连上 不能让黑芯连 好 大家请注意这个次序 它不是直接跳出来 而是靠完 扳一下 再穿出来 这个手法 很有味道 断黑芯的同时 它瞄着在这一带 冲出来 这小肩先手 冲出来收器 瞄着这一类东西 黑芯尖顶 尖顶 是等于保持联络 否则的话 这一靠就断掉 所以尖顶 要先自己连上 用白芯充 接住 虎 虎绝对是要点 很显然 虎这个是坐眼的要点 小肩 白芯先尝气 再扑 收器 打 一步步把黑芯 气收紧 接上 收器的同时 把自己越走越厚 白的把自己连厚 这个局部呢 如果白芯走的话呢 是一个打劫 白芯就这么 这样下 是一个打劫杀 所以黑芯是需要补齐的 但是呢 毕竟打劫杀 黑芯也不会尽死 所以黑芯先抢 抢这边 飞一下 先飞攻白芯 如果能先手 黑芯如果能先手联络 再补这个 那是最理想的 白的顶 黑的也不敢随便再走 再走 如果落了后手 因为黑芯这块毕竟没活 我们可以看到 白的这一类都是先手 黑的得补活的 如果在这带纠缠 落了后手 这被打劫杀 就相当不妙 所以呢 补齐 补一手 白芯冷静一退 这一退是眼味的要点 如果被黑芯打一下的话呢 白的没有眼 黑芯退回 搬 然后虎 多了这个搬虎 白芯就不是什么 往这连的问题 它直接要点杀黑芯 这一点黑芯没有出路 死掉 只能塑回去做活 虎 把黑芯虎断 收器 断打 断打也是一个基本手筋 这芯如果这样下呢 不如 断打完再 一路滤下来 白芯很厚 顺带就把这边的孔围住 打 等会再打先手 好 我们可以看到白芯虽然这一串被黑芯吃了 但是呢 它通过收器 这边走的铁厚 这树下来之后 这里也增长了一些木树 所以转回头一看黑芯吃到白芯这一块并不是像 这个一眼看上去那么成功 扳 收 打掉 黑芯这个地方呢 黑的如果挡上的话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呢 会便宜一些 但是呢 白的这个粘 这个粘又成为白芯的先手 黑芯是吃在这里 打粘上 点方 破眼的要点 拐 拐回去 那么白芯如果断的话 黑芯在这先手靠 这地方应该是可以做出两个眼的 并且白芯在这里被一飞的话 白芯自己 自己也有眼味的问题 黑的最起码在这贴是先手 贴是先手 白芯如果连回黑芯做眼不成问题 小尖一下 把这个 阿尔法维奇 下棋喜欢 有的时候喜欢把棋走得很干净 这地方 保留 保留结财应该没什么坏处 黑的也不至于来 扑斥这个字 但是它 把每一个地方的变化都走干净 可能 可能对于它来说会省点事 把这个 等于把计算量就可以降下来 这地方的可能性 已经 这种可能性 别的可能性已经消除了 确定了 计算量可以降下来 把资源用到真正需要计算的地方 靠住 那等于胡挤 做活 白芯做活了 跳点 黑芯跳点在这里也蛮大的 这地方 吃这个当然也很大 但白芯就这么尖一个的话 这围住的木树也不小 黑芯实在选择了跳点 那么白芯把这个连回 跳 这就是跳点的这个后续手段 跳进来 把白芯这块孔给破掉 长 再一靠 冲 长 如果白芯搬这个呢 黑芯恐怕是这一段 这一靠段同时补了这个 这里 这里段彻底 彻底消除 然后呢 黑的 黑的还可以拐吃 拐吃 这还有断的问题 总之 白芯是有点 反而薄了 白的把这个冲下来 黑芯一尝 好 这局面进入 彻底的 彻底的进入收关阶段 虎一个 白芯还是要留神自己的眼位的 如果脱鲜被黑的刺在这里 白芯眼位是不全的 有可能被黑芯强行挤入 这个地方 团呢 团不是线手 黑的可以挤这个 所以虎的时候 白芯尖顶一下 接上 坐眼活芯 断车三个字 断车三个字 双方开始收关 贴在这里 贴在这个地方 也有 也有一些木树 但是 是不是现在最大的地方 这个我有点怀疑 难道这部贴是现在 这个局面价值最大的地方 提掉了 它提掉 这地方呢 如果黑芯直接粘的话 被白芯冲仙手打一下 这里还有断 这个地方还有断点 是这样 对 黑芯打过来的话 那两个字掉 所以黑芯没法直接粘 贴一下 掰的如果不提 黑芯粘住之后 摆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将来还是要收器 收器的话 这里要补一手 可能会要补两手 所以提掉也干净 所以提掉也干净 虽然未必 这个提 就现在肯定木树最大 但是呢 很厚 避免了将来收器的麻烦 提掉 好吧 然后并这个 好 点 这地方白芯施展一个小手镜 点在这里 点在这儿 黑芯大致也只能挡住 那白芯再一挤 点完一挤 这个手段不错 黑的如果接在脚上的话 白的就这么一横 横着顶 横顶完有夹 但会不会被刺一下 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 横顶的话 黑芯刺这个 刺这个是先手 嗯 那么刺到黑芯就可以 就可以立下来了 刺到黑芯就可以立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白芯这冲不出来 冲的话黑芯走这个 接在这儿 黑得快一切 白芯 那么白芯也 是不是选择收器 比方说这样的手段 嗯 比方说一路肩 断这个 或者说 因为黑芯这一下 也不是轻易就能刺的 刺完之后 这两个就送死了 把这两个子送死了 所以白芯就是看怎么走 或者就简单冲这个 问你要不要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要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 白的就很顶 很顶 这个白芯就 就连通了 走这个的话 白芯就这么冲 如果你走这个被渡过 那黑芯还要委屈得活成两目 那太惨了 也就是说 这冲的时候 黑芯两个子就不能要 那这 六木棋 六木棋 损失还是蛮大的 好 黑芯一路斑 解决了 解决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解决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接上 接上也很大 好 床 下面的呢 下面的都是一些小关子 几下 一路斑也有三木多 拐住 铺 铺一下 这个 阿尔法式的打浆又出现 哎 这个粘住不小 被白芯冲了的话 这 到这儿都是没有木的 嗯 这个班是白芯的权利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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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可以 打吃的话 它打吃这个 再玩这个 所以呢 白芯搬掉 所以呢 白芯搬掉 好 好 那么 这盘棋呢 到最后是白芯取得了胜利啊 白芯在中盘站的时候呢 在右边的棋子还是很有味道 好 那么这盘对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